天主教神学小问答六十七 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问 宝禄要我们应当考验一切 但天主教却要人听从教会的殉道 不管明白不明白 怎么这样 答 如果把考验一切理解为 要自己去查考 检验所听到所学到的一切 是不对的 没有人有能力做到 宝禄说应当考验一切 好的 硬保持 各种坏的 要远必得前五 二十一 换言之 宝禄要我们好好省察良心 认清好坏后再行动 要做正确的事 我们可以证明教会是耶稣所建立的 教会在信仰 伦理方面的教导 也只是限于这两方面的 与救恩有直接关系的教导 是有圣神保证不会错的 当教会以基督之名教导时 我们可以安心地相信和接受 不用质疑 有如三四岁小孩不明白 但不质疑父母的话 我去看我认识的 有能力的医生时 我不会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争辩 挑战的 而会接受他开的药方 不这样做的话是很不治的 甚至是愚蠢的 其实教会常常鼓励我们为了加强我们的信仰 应该努力理解我们的信仰 当然也提醒说我们的理解能力是有限的 努力做神学研究 神学意志 信仰寻求理解 也教导我们分辨神类的各种方法 对社会上各种思潮要分辨 绝不盲从 一个重要的分辨方法就是看这种思潮 跟教会的教导会不会相做